是时候品一席陆游与唐婉诗次里的爱情啦 在南宋的言语中 陆游与唐婉这对苦命恋里情深欲长 无奈命途多船被迫别离 四月仍然 数年后的一天陆游重游闪源 彼时彼刻唐婉已嫁作他人妇 往日与唐婉牵手漫步之处 却已物是人非 熟料造化弄人 竟与唐婉故地惊逢 短暂寒暄后 唐婉伤心别去 泪水潺潺 虽容颜已属他人 唐婉仍不忘遣家中小童 将酒食送于陆游处 陆游百感交集 提笔会就一曲千古名篇 拆头缝 红苏手黄藤酒 满城春色光墙柳 此情此景 究竟何此能形容唐婉的绝世风华 路由不假思索地用了一个酥字 酥呢本是古代的一种珍贵食材 由牛奶羊奶等奶类中提炼出的精华 凝结而成 洁白如雪 细腻如玉 嫩滑柔美 自古一来便是文人莫克形容女子娇媚的贫用之词 如苏坚 苏修 苏语等 上等好酥 更常被用来制作精致的点心 酥饼 酥饼干而不燥 酥而不碎 脆而不硬 品质 淡雅的奶香与甜意交织 是古人茶歇 待客 愧赠的上家小时 伤心处不知路由可曾品酒饮食 我想 如果糖碗玉之路由会写拆头缝 定会亲手制几块上等酥饼相赠吧 古时的酥油奶白油润 时下能见到的都为藏族地区的酥油或者黄油 色黄亦可作为替代品 奶油化开后趁热倒入鱼糖 明代开始有了白糖 也可倒入白糖 古书上说 要将酥与糖用手搓匀 其实酥油热的时候 糖很容易化掉 用筷子搅拌即可 再倒入面粉 用酥油和面 制面团软硬式粥 注意不要太硬 最好形面一颗粥 将面揪成小团 取来模具 压按成形 如果嫌模具做的酥饼过后 也可用手直接拍按成饼状 如果喜欢食桃仁 松子等裹仁 也可在饼皮表面 点上裹仁 这是古代酥饼的一种 桃酥的常规做法 大约从唐代开始 便有了桃酥的做法 后世不断传承发展 因为这种酥饼质地酥松 送到嘴边不用牙齿 嘴唇轻轻一压便碎 所以清人实现红秘礼 给他起了个形象的名字 道口酥 如果表面点上松子仁 云人尊生八尖礼 把它叫松子饼 大约